来朋友们多日不见 现在是晚上8点13分 现在是我的大沟里边 这个有点黑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个新车里面都弄得差不多了 从提车到现在这段时间 都是在忙活我这两台车 然后布置一些家具 还买一些东西 我在收拾新车的这种过程当中 我特别享受 这个东西安排在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安排在那里 就是感觉很享受 如果在找角度在拍的话 可能还得剪辑 然后很浪费时间 我就算了吧 然后我就安安静静地享受 我这个折腾这个车的这个过程 现在终于折腾完了 那我现在出发去浦东机场 带驾司机已经马上到位了 朋友都猜到了 肯定是二哥 二哥过来了 那我这一次出行 就是回北方 就是北上 我跟二哥就一人开一台房车 就是边走边玩 我现在的位置 去到浦东机场 大概是一个半个小时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提早出发 那我个人的性格是这样的 就是赶早不赶晚 你早一点的话 就很多事情就很从容 对吧 警察查车 我这个驾驶证 驾驶证 啥也没带呀 让你吹 吹一下 查酒驾了 可以 这块都是等活的接单的 这家伙伸子那么长 交点不短 没事 舒服啊 今天晚上给你享受一下 后来 这个下边都是床 这个是床 这个打开也是床 这也能睡了 对 而且还一米九吧 一米九 大哥都能睡 这块能打开 能双人床 这块能睡一个床 来 朋友们 下午好 我昨天晚上已经把代驾司机接回来了 我们现在去办点事 二哥在家里边也开着长城泡 到苏州还是长城泡 这长城泡就有好感 走吧 吃饭 门在这呢 老上门 这环节不错 这里可以吗 可以 菜单看一下 现在上两个菜了 这个菜花 那个黄牛肉 二哥你碗子菜 这不够我菜嘛 哈哈哈哈 嗯 巧麦面是吧 嗯 巧麦面 二哥现在这个经销商的业务非常繁忙 呵呵 顾不上吃饭了啊 一茶太久 嗯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可惜了 但是二哥说在家都喝的差不多了 回来就啊 到来苏州就歇歇酒 呵呵 到我那边歇歇酒 下酒就好了哈 就是你客户有的很相信你 忘吃这个饼了 下次吧 就是那种叫什么菜干饼 菜干饼 宽敞吧 不宽 这五六四五六回事没问题 大哥一家你们咱们打个麻将都可以了 正好放个麻将桌 嗯 打麻将咋咋咋咋都可以 呵呵 研究一下路线吧 我跟二哥准备北上了 然后看看这个来 进那儿呗 就这么 这有沿海吗 沿海吗 进那儿走 照考也行 对啊 这样子 自博正好在中间 对啊 窗子 今天一天明天下午大炮的新的牌子就拿到了 然后我们后天就正式出发 先去山东 山东挣点大刷口 呵呵 最丈桌子呢 是办公 呃 那边的飘窗是休闲 哈哈 对 二哥你过来咱俩那啥吧 过来了 咱俩得发货了 今天得发十 十三 十三斤吧 在这底下菜包的不行吗 那也行 那也行 十斤 哎呦 这是十斤 这是几个头的 这是二十个头的 很多网友问我 这个十六个头和二十个头有什么区别 就是鱼胶的个头的区别 那鱼胶一大呢 说明这个鱼比较大 但鱼比较大呢 说明活得长 呵呵 茶也喝了 该干活了 这个厕扩展最适合做办公室了 这边是16个头 这边是20个头 这个头数是什么意思呢 一斤里边呢 它有20个头 还有16个头 这头数越多 这里鱼胶越小 所以你要是16个头呢 就更大一点 山东云南 江苏 山东云南 还是山东长春 吉林 34567891011121314 还差4个发不出去 收不到货的朋友们谅解一下